孙上香 香香 由于说一 孙上香的这张原画是真漂亮 这张原画我最喜欢的部分 还是孙小妹手里的这把剑啊 真是又圆又大呀 孙上香是一名三鲜两技能的武将 口迪到视频时长 这里我就不读他的技能描述了 不熟悉的小伙伴可以暂停几秒 再接着观看 第一个技能 消机 看我的厉害 制作不易啊 如果喜欢本期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多多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后期影片大家会第一时间看到 好的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的正面部分 消机这个技能设计的是真不错啊 给孙上香提供了那个年代 为数不多的过牌能力 也是孙上香打输出的主要手段 孙上香是三黄沙中 少数手牌利用率 接近百分之百的武将 每失去一张装备牌 就可以获得两张牌 你可以理解为 孙上香的装备就是无中生有 在108张牌的标准牌队中 装备牌有19张 接近两成的比重 给孙上香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 在飙风的那个年代 一旦孙上香爆发了 那可不是在跟你闹啊 咔咔一动过牌 最后挂上住个连弄 三个话坨也挡不住 作为孙上香的队友 要尽可能的把装备牌留给他 同时 孙上香也比其他武将 更容易起装备 如果一直消机出装备 你就能更快的完成神装 消机也存在一定的防御威慑 你的敌人是不敢轻易 拆顺掉你的装备的 第二个技能 结阴 结发为夫妻 恩爱两不宜 结阴这个技能 在飙风局 是为二可以给其他武将 恢复体力的技能 虽然结阴的使用对象 只能是男性 但在飙风的那个年代 33名飙风武将中 仅有6名女性武将 同时大多数主攻都会选择 曹操 孙权 刘备 张小 这样的主流常备主 所以结阴的适用性 还是很高的 可以戏着两张手牌 给双方各恢复一点体力 我们要知道 排堆一共就八张桃 一张团圆结役 很多武将一旦掉血 如果是摸拍摆的话 运气不好 基本整局都无法恢复体力 而孙上香可以通过较低的代价 给自己和队友恢复体力 这就意味着 往往孙上香所在的阵营 都有一个不错的续航能力 关于结阴这个技能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 孙上香只能选择一名 比受伤的男性角色发动 如果场上没有受伤的男性角色 是无法发动技能的 所以作为孙上香的队友 要懂得适当掉血 有孙上香一个床位 毕竟这样才能 他好 我也好 我看你完全是不懂啊 而满血的孙上香 是可以发动结音的 如果自己手牌溢出 或者在特定的时机 不要选择弃着两张牌 给队友回复血线的 说了这么多 都是夸他的优点 那我们就说一说缺点 孙上香是一个嘲讽较高的武将 敌方阵营会优先针对他 如果孙上香能挺住五轮 那么胜利的天平 就会像香香这方倾斜 本身作为墨排白 对上香的启动较慢 需要对我的包养 需要注意的是 结音的发动 还是很迎接在 消极的额外过牌的 没有郭家留背的包养 强行选择结音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选择 自己留一排过 在回合外的防御 会大大降低 要知道你自己才是核心 如果仅仅为了 给一个白板都有回血的话 这不是杜齐尔放屁 咋想的啊 我将评分 身边事情上 主公如果第一轮的六张牌 没有起上防具和加一码 四血的身板 还是很难顶住反贼的起火 我们要知道 在早期的边风机环境 大多数武将都是墨排白 很多远位置的反贼 整局断距离都是长事 而且整体节都偏慢 往往预计下来 能打个十多轮 甚至几十轮 如果忠臣不选女将 香香当主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松口下来 五分满分 香香主 我会打3.5分 忠臣 本身香香就自在嘲讽 能帮主公拉嘲讽 在飙风局 孙让香 香香绝对是忠臣标杆 五分满分 忠臣 我会打4.5分 反贼 孙让香作为忠反 都是担当团队核心 因为反贼放有四人 相比主装方 有人数上的优势 同时也能给香香 提供更多的床位 香香反贼的发挥 是高于忠臣的 毫无疑问 孙让香当反 绝对是5分的存在 那一间 孙让香是为数不多 具备控场能力 和单挑能力的武将 即使最后跟主公单挑 单消机也是不弱的 一旦起了四春装 还是能跟单挑帮孙权 比划比划的 因为本身自带较高的嘲讽 香香想活到决赛圈 也是很难的 五分满分 我会打四分 综上所述 孙让香的综合分 我会打4.5分 不 还不可以死